比如说,然后我还就是梦见,然后自己我穿着海军打坐嘛,然后耳朵就捶得很长很长,然后从那之后呢,我也是开始那个耳垂,然后就开始长,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,它现在一边长一边短怎么办呢? 一边长一边短,你现在耳垂是吧?很简单,你就慢慢修,那边也会长出来的,它不是一起长的,像你这种说明有一个大脑比较发达,有一半大脑不是太发达 说明你这个人有时候很笨,有时候很聪明 哦,对对,我自己感觉有的时候,有的时候人家就是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?随便跟你讲讲了,你就知道了,你的小脑,你的小脑笨,大脑聪明 哦 所以你的耳垂子应该是左面大,右面小 哦,对了,对了 对了,对了 还长厉害不了 对了 对了,对了 师父太厉害了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,去买个蹭跎掉在你耳朵上好了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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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你就开心啊,跑出去掉一个,右面掉个儿,蹭跎就好了,慢慢就大了 嗯,嗯,好好念经啦 大脑发,大脑,小脑不发达,大脑发达,听得懂吗? 大事情能处理 小事情根本转不过弯来的 对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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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这个书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要多念心经 我现在念四十九遍 是不是还要往上加呀 凉拌呢 怎么办 凉拌 放点醋放点糖凉拌吧 我告诉你好好念心经 而且呢 自己拿把书子多书书自己前面 头脑 让自己大脑血管能够疏通一下 还有你吃素了没有啊 吃素了已经 全素了吧 对 好 那就慢慢会恢复的 好了